这个猪跑有点近 那他要 哇 这个球扣近了 这个应该不是不高的 因为超时了 超时其次 他最后棋的人肩上了 是 而且左手呢 有一个借力的动作 再看看 慢慢进 所以为什么我主张用拳草根呢 拳草根它大家平常就在底下玩 而且有的甚至是对手 有的是队友 然后呢 参加各种扣篮比赛 准备好 倒计式开始 那他 你看 他已经红啊 他不运球的 他一般都是从别人 弹在地上的球 或者举着手里的球拿起来 这有助于速度啊 直接来了 他这个基本上可以拿个 49分左右 有人挑个刀给个9分都有可能 握手啊 这些 就是他太 哎 这一下这个难度真的是太大 你想1米78的身高啊 其实好多球员 不要说刚刚这样的一个距离 或者说跟人配合 就是自己啊 想去在胯下的换手后篮都非常吃力 你就换手上个篮都很难 你看他专业选手的 他的特强在哪啊 第二次第三次 啊 这行 这也弄个40分没问题 这就等于球稳了 对对 40分 对他来讲平常 这种扣篮很平常 嗯 觉得同样是要50分的这个 这种动作的 是 因为这是他这个样的球员 第一次来参加 那一定会使出浑身心中 对对 因为他是代表他们一个阶层 就是他这种身份的人来参加 这样的扣篮啊 对 哦 配合成功 这49分没问题吧 啊 太难了这个 就是从篮板背后的反弹 接到球以后再扣过来 等一下 这个制空 肯定是冠军啊 他这个制空是太厉害了 反向风车 这个有啊 这是表演了啊 是 我觉得满分没跑了 大学生 新锐赛上面是吧 大学生 职业球员 真的非常困难啊 这个球 草根球员 哇 太有难度了 你看这个高度和这个舒展程度 对 但是刚刚苹葵最后打出来的总分是四数 五分 因为他第一扣没那个扣藏 是吧 对 而且现在打多少分已经无关紧要 看一下 叶静红的优酷地狱子弹时间 你看他的特点是这样 他在空中啊 他把这个收腹啊 卷腹都是做的非常到位的 所以你知道 自抛自扣 好好的 他有给七分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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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估计是 这个质空非常厉害 质空非常好 而且非常的舒展 那这一刻吧 看你高度啊 那么2020年的 你会这样 你会做得到 在这边 我去做了 我给他吃了 到这边 我来吃了 我来吃了